嗨,大家好,我是爱记录,乐分享的家军阿姨 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理发的事情 前几天我去理发,往那个理发椅子上一坐 那个师傅很热情,就问我 阿姨,你想理成什么样子啊 我说,你只要在这个基础上给我短一点 前面刘海刘的稍微长一点 后边呢,脖子短一点就可以了 然后呢,她好像听懂了 就从这儿拎起一大组头发 咔,一剪的,一下就给我剪短了 剪得恨不得到根上了 当时我心里一惊,哇,这么短 就脱口而出 她当时呢,也就一下惊住了 完了,我们两个在镜子里头 对视着笑了笑 我赶紧说,啊,没事没事,就这样吧 然后她为了和这儿找齐协调 就开开开开,就把这头发就给剪得短了 这都养了好几天了 要不然比这个还短多了呢 就我喜欢短发 经常啊,时不常的过的时间就得去理发 经常也会遇到这种情况 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有一个师傅 他呀,也是很热情 问我,阿姨,想剪成什么样啊 我说,嗨,就我原来这个样子短一点 老太太头呗 她说,老太太头多难看呀 我得给你剪好看点 然后,卡卡卡,剪 剪完了以后啊,斜刘海儿 然后,这儿特别短 那边特别长 我说,这多难看呀 她说,阿姨,不难看 我是照着蒋文丽的那个发型给你剪的 我说,这蒋文丽,大明星,多漂亮了 人家剪成什么样都好看 可是我不行啊 然后,好说歹说 让她给我修了修 其实啊,我们出去理发 还真是大多数时间都会这样 就是你跟她讲了 想要什么样的 但是呢,她不一定听你的 然后,遇到这种情况啊 我一般也不会太纠结 头发嘛,长得快 几天就长出来了 大不了出门的时候 戴个帽子,遮遮丑 再说了 本来这人就不好看 再丑一点也没关系 是不是呢 但是今天我录这个视频 我就想啊,跟大家讨论一下 我也特好奇 是我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呢 还是别的朋友也会遇到这种情况 就是经常是 往往我们事先跟他们 跟理发师傅也讲了 我们想要讲到什么样子 讲到什么程度 他们也好像听懂了 但是剪出来的结果 往往不是我们想要的那个样子 也希望理发师傅们呢 能看到这个视频 然后以后多理解顾客 多跟顾客沟通 能够剪出顾客喜欢的 想要的那个发型 然后双方都开心 都满意 今天视频就录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